第410集 诸天万界灵药堡 兰陵山别墅区里 北风坐在古井边上一脸的纠结 北风开始收线 金色如同火焰燃烧的死线 从古井之中不断地被收了起来 升级到四级垂吊者之后 北风发现 于线在异时节之中直接就是隐形的 只要不被碰触到 鱼线也不会被发现 而一出井中立马就会恢复原本的颜色 一座不到一米的石雕 从古井的漩涡之中出现 北风用力地一转 金色如同火丝的鱼线 在半空之中划过了一个弧度 石雕也在这股力量之下 直接被北风扔到了院子外 轰隆 一声巨响传来 整座小山都像是晃动了起来 这一顿石雕 在北风拉出古井的那一刹那 开始不断地变大变大 等快要落地之时 一道高达百丈的石雕 重重地落在了院子之外 钉 垂吊到八级物品 长生归石雕 原料取自于灵山的核心部分 其中蕴含庞大的灵气 灵气聚而不散 不可被修饰直接吸收 适合碾碎 种植灵药 由雕刻宗师雕刻 蕴含雕刻宗师浑身的精气神 可魔力五道 垂吊经验增加二十万 丁 垂吊到月级巅峰物品 人面桃花树树种 诸天万剑灵药榜上排名第九百八十万位 一种以人类为养料的制邪之术 拥有自我意识 战力强大 怕火 修为越强的人类作为养料 杰出的果实药效也就越强大 甚至能让人一步登仙 但如果没有特殊方法 去除其中的邪念 则被人面桃花树所控制 垂吊经验 增加九百万 北风一愣啊 这雕像也就罢了 可这人面桃花树的树种 在哪里呢 自己怎么没有看见呢 认认真真地找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 这人面桃花树的树种 在哪里 北风有些纳闷 嘶 西童 这人面桃花树的树种 在哪里 这由不得北风不关心呢 这人面桃花树的树种 居然给自己提供了九百万的垂吊经验 这是一笔庞大的财富啊 虽然这棵树的名声不怎么好 但是结出的果实 居然能够让人一步登仙 北风听到仙这个字 呼吸都急促起来 那可是仙呢 咱华国可是留下了太多关于仙的传说了 而寿命呢 不用说也知道 不说与日月同辉吧 但是活个三五万年应该是不成问题吧 但北风也知道 想形成这种让人一步登仙的果实 估计是要寻找几位仙人 作为这人面桃花树的养料才行啊 如果换到普通人当做养料 也能够结出让人登仙的果实 那人面桃花树也不会在 诸天万界灵药榜上 才排名九百多万位了 但就算是这样 这棵人面桃花树也很强了 拥有这棵树 掌握炼化果实中闲念的方法 足以撑起一个大家族 相信无数人 要知道这棵人面桃花树时 都会忍不住 这棵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或许刚开始得到这棵树 可能不以为意 但是随着自己 寿源一天天走到尽头 而这棵树呢 却能让人快速地突飞猛进 进入新的境界 获得更加优绝的生命之后 没有多少人 能够抵挡得住他的诱惑 人生 人生 生下来 活下去 这就是人生最根本的解释 没有人嫌弃自己的命长 或许很多人可以坦然赴死 但是如果能够活得更久一些 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 只是这诸天灵药榜 第九百万位灵药 就有这样的功效 那排名在人面桃花树前面的灵药 又有多么的神奇呢 北风只是略微一想 整个人就双眼通红 绝对又可以让人一步登仙 还没有副作用的灵药 北风知道 这个诸天万界灵药榜上的灵药 绝对是难得一见的 自己垂钓到的灵药也不少 但却没有一种能够排入着 诸天万界灵药榜的 钉 人面桃花树树种 在鱼线上 离鱼沟三寸处 梁九 系统的声音才响了起来 北风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 这诸天万界灵药榜上的灵药 看似很多 但是分散开来 却是不算什么 想要垂钓到 诸天万界灵药榜上的灵药 这个难度之大呀 估计不比自己修炼成仙的概率 能够多到哪里去 北风按照系统的提示 目光看向了 距离鱼沟的三寸处 嗯 什么都没有 怎么可能呢 北风看向系统的提示之处 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这是树种 北风的精神力 猛然爆发了出去 终于看见了 所谓的人面桃花树的树种 北风的神色古怪 小心翼翼地 从鱼线上取下了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之小 可能只有芝麻的百分之一 要不是系统提示啊 北风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颗树种 居然小到用肉眼看不见 有古怪 北风一愣 就感觉到不对了 这颗种子 被自己捏在手指上的一刹那 一咕咕恐怖无比的邪恶气息 就猛然地 从其上爆发出来 这股气息之强 简直是惊天动地 北风所带的方圆十米 直接化作了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甚至连精神力 也无法一散出去 扔不掉 北风感觉到 这股邪恶的气息 简直如同汪洋大海一般 一股股魔音 在北风的耳边响起 像是要让北风沦落 一股毁成灭国的冲动 不断在北风的心底生疼而起 轰 北风原本就双眼迷蒙 脸上的神色 也与着人面桃花果表面的 诡异笑脸模样一模一样 但是一股更加强大的邪恶气息 从北风的身上猛然爆发 如同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 北风能够感觉到 自己体内邪恶本源开始暴动了 在北风体内的邪恶本源看来 北风的身体那就是自己的地盘 但现在居然还有人敢来抢自己的地盘 这样邪恶本源可就不能忍了 瞬间冲出北风的身体出现的外景 北风感觉到了一阵古怪之意 似乎自己的邪恶本源在颤抖 这可让北风高兴坏了 终于找到了与自己体内的邪恶本源 对抗的方法了 虽然对付邪恶本源的方法 是另一股邪恶的气息 但是总归是证明自己体内的邪恶本源 不是无解的 没等北风想太多 自己体内的邪恶本源 瞬间暴动了起来 一阵阵强烈的渴望信息 不断地冲入北风的脑海 北风的身子一僵 啊 这不是颤抖害怕 而是在兴奋地发抖 北风一脸呆直 感觉自己身体内的邪恶本源 在刚才是一头被踩了尾巴的猫 结果这只猫一转头 居然看见踩住自己尾巴的是一只老鼠 感谢观看